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冬天吃火锅是一件最棒的事情了 那在家里煮啊 我觉得更好 因为食材的挑选上面 我们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避免吃尽过多的人工添加物 那还有热量 最近合作社有上架几款 适合锅物料理的食材 因此我特地把它全部抓来 然后拍成一支影片介绍给大家看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一罐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沙茶酱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不加甘味剂 调味剂防腐剂等等的沙茶酱 事实上跟外面的沙茶酱 可能味道你会觉得差了那么一点 但是这就是我们合作社 开发产品的精神 就是尽量做到减添加无添加 让吃的社员们是没有负担的 所以这一罐沙茶酱 要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然后大家看到我煮火锅的时候 我会用高汤 高汤在合作社也是全食物利用的一环 有下高汤 鱼高汤跟鸡高汤 你都可以选择 现在白萝卜刚好是当季盛产 所以煮汤的时候一起加白萝卜都会更清甜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是花枝浆 一整包的把它打开 这个花枝浆你可以做很多料理 包含煮锅物或者是说 你要拿来拌入蔬菜里面做炸花枝排都可以 画面中给大家看到你都可以看得到一粒一粒的花枝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是花枝虾碗 也是我们新上架的 它使用的是合作社的指定白虾仁 所以你在这个花枝虾碗里面 都会有一只虾仁在里面 像这样我都会把它稍微化开 然后这是我自己做的汉堡肉丸子 接下来还有这个是燕苍鱼 我在海鲜锅物里面都还会再放鱼在里面 这是东北角小卷 也是前阵子上架 有带大家看过东北角小卷的示范料理都有看过 都把它加在里面 像我们这样的锅物啊 里面你看到的几乎都是原型食物了 比较少一些添加物的食材在里面 萝卜会先炖之后啊 我就把比较不容易熟的食材先放进来 那像这个是也是一样我们当季的大白菜 白菜先铺进去 然后放了肉丸子跟花枝虾碗 都把它放进来 然后再放一点菇类 这个黑木耳啊 黑木耳它不耐足 所以我最后再放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个是花枝浆 稍微把它拌一下 这可以让小朋友玩 不过它之所以不会沾脸 是因为我在我这一个工具铲子上面啊 有先浸了一下水 对所以它就比较容易滑下去 然后这里看到的就是我加了沙茶酱 就沙茶火锅咯 有的做法是一开始就用沙茶酱去把这些料都稍微炒过 这样比较香 不过我是没有这样做 我用比较简单 然后比较不会照热的方式 这再加燕苍鱼 鱼片啊我就选择最后的时候再加 然后再放东北角小卷 越容易很快就熟的 你就不要太早放 这个放火锅的会有一个顺序 黑木耳就像刚刚讲的 它不耐足 所以我都会把黑木耳在最后放 这样一锅啊 说真的只有自己在家里煮 才有办法办得到 比如说原型食物居多 然后新鲜食材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而且你都吃得出食材 它的原汁原味鲜味 好咯 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